請你 請你 各位動心 大家晚安 辛苦 辛苦 我要說北京會還是說 荷羅會 都可以 北京會 基本上 基本上我講北京話是比較流利的 因為我會捲舌 我那時候 國小參加朗讀比賽 然後老師講評就說 因為我會用兒化運 那時候大家不太會用兒化運 去那兒 就是這個就讓我拿到冠軍 因為他們都不會講兒化運 來 現在時間給我 把注意力放到我這邊來 如果真的想要聊天 我們下課等一下 下一節課八點半 有很多時間可以聊 今天要喚醒各位心中的巨人 我們今天要談的 我們先來談談台灣的教育 這是一個真實的 我們這邊有從英國 留學然後到澳洲 現在還住在國外回來 特別回來台灣上課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教育跟 那個美國的教育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基本上 他的教育會讓你感覺到知識的重量 知識 你從高雄州那裡就會看到 那個標題叫什麼 那個標題叫 我把兒子送到美國 他們竟然這樣教育的 好像是那個標題 他說 這個家長他說 他把兒子送到美國之後 他把 他的國小課本 拿給老師 他拿給老師之後 老師看到那個課本 跟他講說 你到國小六年級畢業都用不到 數學啊 他說他的縮行 已經學校過幾年了 所以 來 我們看那個文字 你會很清楚 覺得很好笑 當我把九歲的兒子帶到美國 送他進那所 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 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 交給了一個 我並不信任的人去保管 終日憂心忡忡 這是什麼 什麼樣的學校 學生可以在課堂放生大校 每天至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 下午不到三點就放學回家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 沒車 正常對不對 他們在國外都說正常 我們不是 我們國小一年級的書包是這樣 二年級的書包變這樣 三年級的書包越來越大 到四年 十多公斤 手推車行李箱都有的 行李箱我們女兒子剛開始用的還會回去 用的還會回去 用的還會回去 一個千多塊的書 一個千多塊的這樣拖下去 用不吃去就說換身 他說 那個金髮閉眼的美國女老師 看到我兒子帶去了台灣小學 四年級課本之後 溫和尔雅的 就 往下拉 溫和尔雅的 就很輕鬆的告訴我說 欸 我跟你說 兩年以前 他的書學不用學 因為學太快 我可能跟國中畢都還沒到這裡 面對他 等一下 面對他充滿善意的笑臉 我好像挨了一個悶棍 蛤 一時間 我真懷疑把兒子到美國來 是不是幹了一件一生最蠢的事情 因為他已經慣死 他一直為台灣 一直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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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他是台灣的教學出來 把孩子送到美國 他就看到說 怎麼跟台灣的教學都不一樣 在台灣一樣可以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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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美國這樣拆拆拆拆拆拆拆 他覺得美國的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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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姓高才在上學 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傷 他看他這樣 怎麼都要帶書包 裡面都不用放捨 很悲傷 在台灣 他從小學一年級 書包滿滿的 層層的 一年級到四年級換了三個書包 一個比一個大 讓人家感覺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 在美國他沒有負擔 這好像叫做上學 一個學期過去了 他把他們叫到頭前 美國給我給他最親的印象是什麼 爸爸要嚴肅 看你到底這學期學什麼 結果他小孩跟他講 Freedom 這兩個人 好像長頭 站在他的頭上 他這個時候 真的一片深情懷念台灣教育 為什麼 他更能夠理解到 為什麼台灣的小朋友 都可以拿到奧林匹克的冠軍 為什麼美國的小朋友 很難拿到 不過 人家都已經來到美國了 在美國工作 賺美國的錢 小孩也在美國 總不可能把小孩送回去台灣 繼續 往下拉 一年過去了 兒子英文進步了 環境 他在美國英文一定會進步 這是真的 你在美國 然後你不要跟華人 跟講北京話的人在一起 你的英文一定會進步 這等一下喚醒信用巨人會告訴各位 成功的第一個條件 我們民政府要成功的執政的第一個條件 環境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 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 放學之後也不直接回家了 都跑去讀書館 不時的就背一大包的書回來 他這個時候很高興 因為以前都沒有要排煮 現在排多少煮 不過一排排太多 他說你借這麼多煮要做什麼 他說我的作業 那老婆 老婆都這樣 沒有找 又感覺 感覺說 心精膽戰 找太多又怕他 這樣學到太超過 然後他一看作業 蛤 他說要寫一篇 那個老師叫他們寫一篇論文 國小四年級 台灣的昨天跟今天 你們有寫過這樣的題目嗎 沒有 他叫那個 他說我特殊 我都沒什麼時間去做 我特殊叫我寫台灣的昨天跟今天 那要翻多少錢 不過小孩 小孩都很好 他覺得這樣教育不行 他是特殊的 他要去老師挑戰 他就問說 這相處的主意 兒子 告訴我 老師說 美國是移民國家 每一個同學要寫一篇介紹自己 祖先生活國度的文章 要求蓋過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 分析他跟美國的不同 說明自己的看法 他聽到這樣 他連探習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說得頭頭是道 他覺得說 他說得也有道理 不過我們叫十歲的孩子去做 大人做不去 大人就做不去 還叫孩子去做 他覺得十歲的孩子 如果被教育的不知道天高地後 二十歲一定沒有飯吃 但是 兒子過了幾天就完成這篇作業 還寫了二十幾頁 從佐水溪 談到平埔族 從粽子談到阿里山 熱熱鬧鬧的 我沒有暫時 我也沒有批評 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愣 為什麼要愣什麼 你知道嗎 他才一年而已 他現在應該 把文章 應該在廟下 竟然可以分出章節 而且還可以告訴你去參考哪些書 他說 我去投研究所才開始這樣學的 段落章節 然後參考書目 他國後了 五年 他就會學了 怎麼會這樣 一樣的教育 在台灣 不可能自己會學什麼 怎麼會在美國這樣一年就會學 整個教育的環境 這個教育是把你越教越笨 我們現在在教你是把你越教越笨 還是把你越教越聰明 台灣的教育把你越教越笨 我這裡打個岔 我們在學 hat surrenderwear 這麼高三 ascend w amidstitaroo 北京話 請問一下我們在學 他們要我們學的 中國人 他要叫我們學的 比如說北京話 他要我們學 他叫我們先學什麼 學聽對不對 你要聽的嘛 гр�江 også對不對 要叫你 грber 他就叫你 政客會怎麼秋 那學你的引 Yale 我國中一年級 學英文 剛開始是學ABCD 還學草寫 怎麼寫 A到Z 一笔把它一氣呵成 然后呢 再来学你怎么读 等到 真正的读到阿兔子 我都没有学过英文 明明有很多 背很多单字 背很多单字 然后也写很多的单字 他看到阿兔子 他说我没有学过英文 这是真的哦 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一堂课 因为我们是实务的商业课程 我们有一堂叫英文会话课 结果是一个 Canada回来的老师 虽然是 我们本土台湾人 但是他自小的都在Canada大 从小到大 所以他是不会说 北京的不会说 活着的台湾人 他这个礼拜 用英语哦 我今天开始来教 你们英语会话 他用英语说 我教你们 我从头到尾都是讲英文 出作业也用英文出 讲完了 大家有了解吗 我现在用台语说 你都会了解 那个时候我们整班的同学 大家都这样 都一片那个 脸色蠢绿 哇 死了 老师姐 里面都说英语 听不听不听不 还不吵 不是 那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救世主的声音 Yes I know I see I understand 那就是我说的 我说我知道 好 没问题 No problem 老师姐听说 哦 有人听得有 结果全班同学 也松了一口气 哦 有人听得有 不是我听得有 没关系 老师说 有人知道就好 从此以后 那个英文会话课 让我英文突飞猛进 因为老师都讲英文 我一定要老师会再三的跟我确认 你了解 我们这周的功课是什么 每个礼拜有两堂课 我说我了解 好 这样下课 我了解 就可以下课了 因为我会跟大家说 功课是什么 功课呢 他们继续下 继续看 也不敢说 我去美国去上课 今天我们那个是一个 一个研讨会 白天 我们要做练习 我都找 美国人 加拿大人 委内地亚人 我关你的研议好晚 我都找他们去联系 我们一年期 有20几个台湾人 台湾人都 自己自己联系 台湾跟台湾联系 他们都不敢说研议嘛 所以 我还是 他们都看不到我在所在 我在哪里 我们台台跟我一起去 我们台台就跟台湾人都一起 做联系 我们要一个一个练习 我们要夸张 然后就做这些 我们要做很多的练习 然后我都在跟外国人做练习 那几天英文又让我进步很多 这是台湾人的悲哀 他从头到尾就教你 不会英文 他不是要教你会英文 有 国中议念就开始教英文 然后把你越教越不会 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的硕士生 很多博士生 看都头头是道 可是叫他一遇到外国人 他说我没有学英文 因为要叫你说嘛 我没有用英语 因为他欲读 阅读 比较少 他不要说 不要听 尤其他都会均匀 然后都会说 你博士 你英语一定很热 会说很快 他如果说越快就越怕 我们可以pardon嘛 对不对 pardon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不知道吗 再说一次 说得慢 pardon please pardon是 我听没你的意思 你再说一次 这很简单 基本的 我请问各位 现在你在街路 赶到阿兜 他给你问 你看到你的 靠过去 跟他解释 我在台北都这样 如果有外国人在问我 我就会靠过去 你是看到你是靠过去 还是水外头 走开了 走开了 不办嘛 我们要学英语 我们必须现在开始学英语 我们过来看 第一篇文章 台湾的昨天跟今天 结果第二个题目出来了 第二个题目是 你怎么看人类的文化 哇 你先看 不会吧 叫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怎么看人类的文化 上次的作业有范围 这次的作业 去哪里找范围啊 不找编辑 他儿子很认真地问他说 肉 肉肉饭是文化 我请问各位 肉肉饭是文化吗 没有标准答案 美国在出作业 没有标准答案 他要你去思考 你觉得卤肉饭是文化 就是文化 他想说不要耽误他的后代 所以他跟儿子一起查工具书 看工具书最准嘛 他们就开始查 费了一番力气 文化 从抽象的文化 到具体的文化 又从具体的文化 到抽象的文化 好好的研究嘛 我他觉得这样就脱动了嘛 结果呢 研究这样 他觉得他怎么会越说越迷糊 越困惑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结果他儿子就很认真 没关系 我来做 他想说一个小学生 怎么理解文化 这个文化这两个字 内涵很丰富 你是一个文化人吗 这样界定很难去界定 我们在讲树 我们还可以界定树的样子 我们如果讲说 张树还是松树 我们都可以界定 你讲文化 到底什么是文化 一个国家 他有一个国家的文化 到底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什么都可以讲 什么都可以不讲 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不过他儿子就很爱吃 他就要吃开始写文章 他希望他儿子不要写 滷肉的饭 或写炒豆腐 结果他儿子 写得很高兴 这次列印出来的 食业 然后自己做封面 他把自己当封面 以前的孩子没这么厉害 我也不幸 我也都一直背 一直死背 一直死背 现在的孩子 他一样都可以跟你讲说 爸 我跟你讲 什么叫文化 太简单 人创造出来 让人享受的一切 就是文化 他还下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很重要 他就从那个定义 就可以去无限的延伸 那个自信的样子 好像发现了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真理 然后呢 老师 那个孩子 这个写完作业 然后老师有评语 老师的评语 老师那样笑 你咱们知道老师 评语什么意思 我看一下 这个先不要拉下去 我先看看各位 老师说 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 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 活跃思维 而他们的作业结果 往往是我进入了 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也评语什么意思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对啊 那个老师的评语 是很赞的意思嘛 对啊 赞美他嘛 对啊 然后老师 那个小朋友怎么回答 他们爸爸说 你看有没有 我怎样老师的评语 什么意思 来 往下拉 他说 老师没有为我们感到骄傲 他为我们感到震惊 对不对 他在问他爸爸 他爸爸说 我无话可说 今天老师为他们感到震惊 我怕怎么 我们二十八这么多事情 以前我们看起来 晃晃晃晃晃晃晃 我们现在这么聰明 六年级快结束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作业不能出 你老师出六年级毕业的作业 谈二次世界大战 请问各位 你认为谁对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有责任 你认为德国纳粹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 你对美国投原子弹 抱持什么态度 你是不是认为 当时只有放一颗原子弹 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结束战争 那我认为 我请教你 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一下子问五个问题 他叫他 当二次世界大战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 他11月 12月 12月 可以做都能总统的高级顾问 你觉得会不会很夸张 叫他写这个毕业的文章 但是 他那时候 他觉得这种问题 如果近前两年前 娶孩子刚去美国的时候 这文明要叫他参参议员 不是要发表证件 他写完已经可以发表证件了 我们国小六年级会有这样的毕业题目吗 不会吧 国小六年级 叫你背死背死背死背 再死背就好了 这样分数就能考100分 不是吗 我们那个后面有一个那个杨嘉章杨老师 他在后面 他说他自己在补习班教书 他那补习班最后的老师是怎样 给学生一看的题目就知道答案 这样最厉害 会好吗 不知道 会理解吗 不会理解 死记印记这样 所以他说我跟孩子都没上去补习班 不过我在补习班教书 他现在受完美国两年的教育 他已经能够知道 台湾的教育跟美国教育差在哪里 他说老师在设想 一个一个设想问题里面 向孩子们传输一种 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 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 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 他的答案有些需要孩子们一生去探索 看着12岁的儿子 为了完成这些作业 兴致勃勃的查书看资料的样子 我不禁想起 我们那时红兰也有说过 红兰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 也有说过 他说那时 他在北英女 老师都念十个数字 历史老师 这个是你一辈子都要记得的数字 他自己讲说 他现在在中央大学教书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十个数字 老师叫我一定要背起来 到底是什么用意 这个十个数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但是我这辈子都没有用到过 为什么要背这十个数字 他不懂 你觉得叫你背十个数字 你比较能够对二次世界大战去探讨 还是问你这些问题 会让你去了解二次世界大战 他背啊 1036年发生什么事情 1248年发生什么事情 1586年发生什么事情 每一个 这是历史上最十个重要的年代 东方跟西方 文化产生交融 那种 这样子的问你 叫你死背 你能够还是叫你去探讨 那个思路之旅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人 他从思路之旅来到台湾 来到中国大陆去 去发扬那个西方文化 你觉得这样子 让你去探讨 去思考 你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还是用叫你印记死背的 还活着 我看大家现在有点目光呆滞了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继续下去了 怕我的东西这样太枯燥了 因为高级班跟初级班不一样 初级班可以唱歌啊 可以起来唱唱跳跳 可是高级班是要让各位了解 因为各位以后要当政务官 你们要做大官 你们要一定要有一些概念 这个教育很重要 你们如果 其实教育改革 真的要十年二十年 我讲真的 如果今天 我们台湾民政府顺利执政了 我们的补习班会不见吗 不会 不会呢 为什么 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改变得比较慢 是我们大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习惯 没有让小孩子去补习 对吧 我们不习惯 是我们不习惯改变 所以为什么要唤醒你心中卷 要了解真正人家在美国 我跟你讲 我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 我那时候就很好奇 因为刚开始有时差嘛 去一两天都有时差 半天就出来没没想到嘛 怎么这么多人 那个时候 差不多在198 八几年 1984 1985 我在德国 我发觉 怎么他们的人都这么早就起床了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 他们都我三年半 躺不过去 他都在那儿开始骑下车 我那时候很羡慕是 他们的既然车都是便租的 真的啊 他们的饭店头前白 他们的计程车全部都便租的 我还有去坐看看 同样介绍 不过都可以坐便租的 因为便租是国民车嘛 我就觉得好好喔 在德国坐计程车很好 每一台计程车都是宾室的 他们的学生 因为我有跟他们学生嘛 他们的学生 真的下苦了 就都回去处理 我说 那不是很无聊的 我自小时哦 我自己小时哦 国小六年级就开始補习了 国小六年级 要升国中一年级 就开始 那个暑假 我妈妈就说 因为我妈妈在公布电台嘛 她说 她要好好把我栽培 我是长子 又是长孙 就开始那个时候 就过很残忍的暑假 为什么 人都在玩啊 我就开始補营义了 先補啊 先補起来 補营义 補塑学 还有補物理 物理跟化学 暑假哦 每天在那里補 真的補得正常 人都在这儿啊 我看同学都在外面还会发 发我的名字嘛 林秀宣 快来出来这儿 不行 我们老师跟那样就要来了 可能哦 就这样一直補 一直補 这样越補会越虚 我跟你说 那个真的就没有什么 那个真的就没有什么 让你学习的兴趣 她的小孩子 你看哦 她学二次世界大战是死记 死被 然后当成圣经去记 没有 你怎么考试 我常常在讲 台湾的考试 跟你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你考上公务员 考上的那些 你当公务员的时候 通通用不到 真的 她的时候在想 我们追求知识的过程 重复前人的结论 往往大多于自己的思考 而没有自己的思考 就很难有新的创造 小学毕业的时候 她已经 她儿子能够熟练的在图书馆 利用电脑维收胶片系统 找她需要的各种文字图像资料 有一天 他们两个为了狮子 跟豹怎么觅食 两个争论起来 第二天 她儿子马上从图书馆 搬了一堆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 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影带 拉走一边看一边讨论 豹子跟 豹子跟狮子怎么觅食 差在哪里 美国的小学 没有在课堂上 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 没有填鸭式的教育 你要真的去想象一下 那个填鸭式 其实好好的 就把它塞一直塞 塞得很胖 就很胖这样 然后准备让人吃 不是就是这样吗 他把你训练出来以后 准备就吃你嘛 弱肉强食的世界 美国小学的教育 他们想方设法的 把孩子的目光 引向校外 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 你们同意活到老 学到老吗 同意 同意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一个礼拜有看一本书的举手 只有我 没有好几个 很好 那我们台湾民政务 越来越有前途了 你们同意活到老学到老 那为什么不会一个礼拜看一本书 请问一下 现在每天都有在看连续剧的举手 都不敢举手吗 那有你看连续剧 请问一下每天看一本书 每个礼拜看一本书 让你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比较容易 还是每天看连续剧 让你学的比较多 都知道呢 为什么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 不是啦 因为他从小就让你讨厌书嘛 他就给你拖牙嘛 很多人在背背背 看着脖就拖牙 我是后来是一直不断的自己调整 没有我以前看到书 我很讨厌 尤其是教科书 那听到这三人 教科书就全部给他担掉 看可以来烤肉吗 永远来烤肉啊 烤肉烤 所以这是教育 他没有引导你 有学习的兴趣 如果每个老师讲话 每个老师上课 都让你有学习 有成长 让你觉得你每次上课 都有进步 你会不喜欢上课吗 啊好啊 老师有自己怎么成功吗 好啊 老师有自己怎么贪心吗 没有 都不会啊 他不会给你教 他不会教你这个 因为他也不会啦 老师干嘛 所以美国老师 他不会这样子去教你 他会引导你 自己去找方法 他会引导你去跌倒再学习 美国他们甚至有教妈妈 如果小朋友不小心把杯子打破 我们的第一个欢迎 我们台湾人 叫孩子撞到旁边 会去打到嘛 才会撞火嘛 不是 他们都困难 孩子 打破 自己去撞 自己去看怎样才会安全 打到 没关系 相胸正胸 有时候整个牛奶翻倒了 他们说 没关系 既然小朋友要撞 我们先来算一下 无聊 算了欢迎 要再来撞 从每一个错误之中学习 不是 台湾的小朋友都不想 父母亲都不想让小朋友错误 不想让小朋友跌倒 而且跌倒很奇怪 跌倒都要骂那个地上 那个地上坏坏 来呼呼 干地上什么事 他跌倒干地上什么事 地就在那里 地不是很完蛋 土地不是很完蛋 跌倒要骂地上坏坏 这都是很错误的那种逻辑 很错误的教育 所以才会让大家后来越来越不了解 然后台湾的教育就越来越失败 然后很多人就这样一直念 念到大学毕业 念到硕士 念到博士 然后问他 你的人生目标 你的理想 你未来 希望对人类的贡献 对世界的愿景 你未来未来 我们问过我们政治局的 我说给我你的人生作用品 给我你的价值观 没想过 没想过 真的 老师你问这个问题 大再问 太大 我可以随便问一个人吗 算了 这样问漏气 他们要让孩子知道 生活的一切时间跟空间 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他们没有让孩子去使进 应备大量的公式 大量的定理 但是他们煞费苦心的告诉孩子 怎么去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 你面对陌生的领域 怎么去找答案 他们不会把学生分成 三六九等 好班 坏班 普通班 他们会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 寻找答案的努力 去赞扬孩子们思考的结论 去保护跟激励孩子们 创作的欲望跟尝试 真的啦 我从小时 我妈妈就告诉她 不要去山上 因为山很危险 不要去海边 海很危险 不要去碰溪 溪更危险 到后来看到小河 都不敢跨过去 因为很危险 不是吗 你会让你的小朋友去想说 妈妈我要攀登圣母峰 你说 不要啦 不要做那些很危险 如果像林毅姐说 妈妈我要去沙漠里面 跑五天六天 你妈妈说你投他叛他 你会鼓励他去做吗 买来很危险 他要去动员 听说 你就开始查资料 问人 动员 10个去9个死 我孩子绝对不会是 不会那个是 刚好那个活着回来的 那不是把我孩子去送死 每一个孩子的欲望 梦想 你从小时候就不断的扼杀他 那个不要 这个不行 那个不准 不是吗 我们大人要先了解 台湾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 没有办法帮国家找到人才 台湾的教育如果改变了 台湾的人才多的是 真的 我们不要去学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 目前就像填鸭式的教育 填鸭式 然后他们有分一宗到五十宗这样 然后再拼来拼去的 不用啦 分数不能决定一切 我从小教育我的小孩子 我就不会教他们以分数为准 因为很多老师就讲过 我到广播电台去接受采访 我也跟很多人讲过 甚至有一个广播电台的 节目主持人 他听了我的话 他开始鼓励他的小朋友 快乐的学习 然后你知道小朋友 我问各位 你死逼他 跟他有兴趣 你觉得哪一个你会想要这样做 让他有兴趣 你们都知道 可是你们都做死逼他的动作 对不对 一直逼他 他后来决定他小朋友 他小朋友开始国中一年级玩 玩得很开心 国中二年级也玩 到了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他小朋友突然告诉他妈妈说 他国中一年级 国中二年级 那个成绩都刚好六十分 他妈妈很担心 他要念国四 到了国三 他突然告诉妈妈妈说 妈妈我想要念北一女 你妈说 那不是头发修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他妈就鼓励他 他念也鼓励他 不念也鼓励他 这个广播电台台长 我都可以请他来这边 做真人的见证 他就开始照我的方式 就一直鼓励他的小朋友 等到他这样鼓励他小朋友的时候 他小朋友开始拼的时候 他就是把他的身体照顾好而已 告诉他不要熬夜 不要怎样 他开始拼 他小朋友真的拼到北一女 而且他小朋友学得很快乐 因为他自己要的 他觉得说 那有可怜 我早就来找北一女 我认识 老师你这样这种快乐的学习 我小朋友 国中可以毕业就不错了 真的 你要找到小朋友的 design 他的欲望 人想要改变 都是因为他有欲望 想要改变 你这样压苗 你这样越压他 他一定越讨厌念书 所以那时候 我当完兵退伍回来 我妈说 我再送你去美国 念书好不好 我第一个就赶快去找一个女生 赶快娶 娶了就不会叫我去美国了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不要再念书了 有一天他问他儿子的老师 你怎么不让孩子去背 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不去背 他老师笑着说 对人的创造能力中 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一个是他要知道 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 比他能够记忆的多的多的知识 去哪里找知识 我们现在都知道Google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至少会去查字典 第二个 他要综合使用这些知识 进行新的创造能力 答案不是只有一个 很多个 当你能够有无限的设想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都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要想20种答案 想20种方法 刚开始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 等着老师给答案 老师你告诉我 唤醒新生巨人 怎么唤醒 1 2 3 然后接下来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就可以唤醒吗 不会啦 改变 第一个要告诉各位是意愿 你们今天愿意改变 所以才会做到这里 我给各位再多的方法 举例 现在我有那些 我是一只牛 人家说牛 像白天也是牛 我有一只牛 我要叫他喝水 我把他拖到西边 把他头按下去 他会喝吗 如果他刚好喝了一整桶的水 不会吧 他不会喝嘛 怎么样才能让牛喝水 对嘛 给他冷一下 不是啦 带他来跑一跑嘛 累一累嘛 你让他跑一跑 像我们家 我要叫我们家的狗 喝水很简单啊 我只要带他出去外面 是遛人啊 不是遛狗 因为我要运动啊 所以我就让他遛我 就让他跑个两三圈回来 他马上一盆水就喝完了 你平常求爷爷告奶奶 因为我们里面有加那个 加那个什么 牙齿的清洁剂嘛 那个闻到那味道 他就不喝了嘛 可是你带他跑了两三圈回来 那个味道再难闻 只要是水他都喝 因为嘴达嘛 所以我给你再多的方法 不如你想要改变的意愿 你们想不想 我们台湾民政府赶快执政 想喔 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宣传喔 宣传喔 效果好吗 不好喔 我教你们方法 你们既然想要让台湾民政府早日执政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 第一个去推广身份证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叫别人来介绍人家来办身份证嘛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叫人家来上课嘛 第四个呢 叫人家介绍别人来上课嘛 就这么简单 开门四件事 你脑袋只要想这四件事就好了 然后我等一下教各位方法 这样好不好 你们要认真学喔 我教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因为他们马上很多的学生 我们很多童心 就拿我的方法去用 然后都很有效 真的都很有效 但是要找对方法 比如说我告诉他们 怎么去7-11跟陌生人 讲那个身份证 他们说老师 你的方法不太有效 我说为什么 他都不跟我讲 我说为什么 第一个要学会问为什么 你要问清楚状况嘛 我用就有效 为什么他用就没有效 结果我问他 他用的方法都跟我一样 可是呢 他是一大早7点多去 怎么会有效 所有的人全部都在排队 他说小姐 他就开始问他 小姐你是不是台湾人 等一下我再回答你 根本连理都来那天 你要找那个 现在刚好有空档 都没有客人 你再去问他嘛 你不是人很多的时候 大家他忙得要是一直按 开两个 三个都跑出来了 你这样找一个小姐 一直要跟他聊天 谁理你啊 懂吗 要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对的人 对的事情 等一下我再教你们 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他记起他的一个好朋友 跟他谈话 他学的是天文学 他从美国大学 进研究的第一天 拿到博士学会 整整五年 他一直以优异的 曾经享受系里提供的奖学金 他曾经对我说 跳好快 他说美国学生 往上一点 我觉得很奇怪 课堂上的学习 曾经拿到奖学金 美国人都不是台湾人的对手 可是一到实践领域 搞点研究性的题目 台湾学生没有办法 像美国学生那么机灵 那么富有创造性 我想 他可能感受 可能是两种不同基础的 教育体系造成的人 跟人之间的差异 台湾人太习惯 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面 去施展拳脚 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 对不少台湾人来说 感到可能不是自由 是恐慌 茫然 台湾的小学教育 大家很认真 做板凳要做三分之一 很认真听老师讲 然后那么多的作业 严格的考试 我讲这真的 我就觉得 我常常叫我女儿说 你不要写作业 偶尔不教没关系 我女儿说不行 是我叫她不要写 她告诉我不行 我说这个不要写 那个不要写 她说不行 国下五年级 从下午四点多放学回来写 到晚上十点多写不完 好可怜 怎么那么多作业 我就这样一直写 一直写 我说 为什么要一直写 老师说这样写才会熟练 我说熟练个头 熟练 我常常挑战 他们老师的教育制度 他说不要这样子 小朋友 去学校以后 都觉得老师讲得比较有道理 他爸也是老师 我在教很多出社会的成年人 他相信学校老师不相信我讲 我说你这样写 手容易受伤 讲到这个我就要问各位 为什么台湾 我们的台湾棒球很厉害 小学棒球世界冠军 国中棒球世界冠军 高中棒球世界冠军 成棒世界没有名 为什么 手用坏了吧 好可怜 人家美国国小的学生 他们只准投直球 因为投变化球 手背会受伤 台湾的 我为了要拿到冠军 要补助升国中 我把你手背操坏了 没关系 操坏了你一个人 我们全队都可以去念国中 所以他们国小就投变化球 就去偷学 老师不会教 老师不会告诉你不准 他们那么听老师的话 老师这样纵容他们去 把自己手背操坏掉 你像红叶少帮队 这么多的国小的学生 到了国中高中 后来就没有了 他再怎么硬坚 到了高中 手背就要去动 汤米琼斯的手术 很可怜 然后开始 他说王建民 郭荣志 他们说动完汤米琼斯的手术之后 手连最基本的 拿东西都没有办法拿 也就像残废 他慢慢的复健 一年两年 到最后再能够握球 握球再上去操 然后一下又坏掉了 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称呼 叫做不死鸟 不死鸟郭荣志 可能 这样会操 然后他可能下半辈子 这个手背都废掉了 然后过这样他的下半辈子 为什么美国的那个 山正王 那个 克莱门斯啊 跟那个莱恩啊 他们可以投到四十几岁 为什么台湾的投手 二十几岁都报销了 甚至十八岁就已经结束 棒球生涯了 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就是亚苗助长 你看哦 学校教育让老师 变得很神圣很威严 也让人感觉到压抑跟束缚 但是我们多少代人 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顺从他的意志 把他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 那时候中国人 他们要出示入相 就是要八股文 然后把他传到台湾来 这个八股文 害死多少中国人 然后他也要顺便 毒害我们台湾人 我们现在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文化 我们可能以前 他有很多的辉煌 但是现在社会 已经不是在死记硬背了 我问各位 你可以这样子脑袋里面 背很多的资讯 又有什么用 我说 我就问我女儿 很简单 我只要去查一下资讯 你比较想要学 比较重要 你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去收集资讯 那个比较重要 而不是死记硬背 你真的把 从耶稣基督的元年 一直背到西元2013年 背得很滚瓜烂熟 要干嘛 要是我 我会去背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未来的历史 我会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因为这样子 NBA直男总冠军是谁 我就可以提前知道 如果可以告诉我未来的资讯 这样才可以赚钱 如果背下来 这些背熟了 然后你只要去运动彩券 可以赚大钱 你要不要背 要嘛 对啊 问题是我们背过去的事情干嘛 背过去的事情又没有钱赚 背未来的事情有钱赚 不是吗 好 因为时间关系 你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比较实战的课程 让各位知道 如果各位想要台湾民政府早日执政 我们现在想想 如果你们每天 我们三千多个童心 每个人 我一直在宣导的 每个人每天让三个人知道台湾民政府 三个人 一天就有几个人 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 我们这样比较好算 算九千 等一下你们算术又要去换算 我们每次上课问他们童心 九千 然后一年是多少人 要承很久 我们用一万 我现在用一万来算比较好算 一个月就有三十万人听过 台湾民政府对不对 一年呢 三百六十万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够多了 我们要开始同样的 你怎么去推广身份证 很简单 我现在教各位问 我们现在有直播对不对 没办法 好啦 我本来都一直 我在教这个的时候 我都是用录影的 你要看 因为现场的人看到 不直播 我要你回来这边学 那现在因应这个要求 所以一定要直播 就把独门密集 今天在网路上公开 我用的很有效 我真的就是现场这样用的 我到7-11 那个小姐 没事 我们要会赞美 那个时候呢 他 因为我吃素食 我都会去7-11 因为7-11现在很方便 我那天刚好到花蓮狱里去演讲 我演讲的时候 六点半要演讲嘛 所以我五点半 我就去7-11 没人 可能正在7-11 没人 我就给他点一个素食的乌龙面 然后请他帮我围播 他就围播了 然后我看到他的动作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就给他讨论 我什么叫从来没有看过 他把他围播完了以后 他竟然把 那个我的面打开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想说 他要把我打开干嘛 从来没有人打开过嘛 他竟然把我打开 然后他拿了一双筷子 在那边搅拌 我说 你为什么要帮我搅拌 他说 他自己 也有围播 围播哪 围播两次 里面中间都是冰的 围播三次 外面都干掉了 所以呢 围播两次刚刚好 所以围播第一次 要把它搅拌均匀 让那中间的冰块 第二次围播可以化掉 那就刚好又香又软又Q 我说 我真的 全性的7-11 都跑跑跑 7-11就像我们家 我不是全家 全家就是我家 不是 我是7-11 因为7-11里面有素食 我记得有的地方都看不到素食 尤其像我们在跑 有的时候全省在演讲 有的时候真的都错过吃饭的时间 不过三两个 奇怪 素食我也不知道都很准时 他们都已经差不多11点多 吃饭 点多 变两点都收起来 那素食都很准时 所以他在教我吃饭要准时 可是我没有办法准时 然后呢 他这样把我微博 我就开始赞美他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细心的7-11的电源 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这样子赞美他的时候 他会很高兴 有人注意到他的努力 跟他的认真 但是接下来 我们就要让他错乱一下 错乱什么叫错乱 我开始告诉各位 我们人的注意力 这里很重要告诉各位 人的注意力 如果在一个固着的状态 什么叫固着 固着 就是你想象一下 你在你身上 自己身上灌浆 你把你自己灌成一个 那个石雕像 你把你身上灌浆 你会怎样 从头上开始灌 然后整个人都灌浆起来 你已经固着了 什么叫固着的注意力 就是你非常习惯 你都没有注意力 我回到家 请问一下自己一个人住的举手 自己一个人住 你回到家 你已经习惯了 假设你回到家习惯 就是先拿个饮料出来 坐到电视前面 开始看电视 准备看电视 结果你一回到家 门一开 病床没了 你会怎样 你习惯了 冰箱在你正前方 结果你冰箱不见了 你本来回到家很习惯 门一开 开冰箱拿饮料 坐到电视前面 开遥控器 结果你那天一回到家 冰箱不见了 在那一瞬间 他的注意力回来了 他本来很习惯了 眼睛 眼睛 睦睦睦都可以 突然之间注意力回来 要重新恢复注意力 我们今天跟他赞美完了以后 他开始有注意力 摆在我身上了 对不对 我们就要开始错乱 错乱就是让你重新恢复注意力 我就开始问他 你是台湾人吗 你是台湾人吗 你不管用台语用国语都可以问他 你是台湾人吗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知道问题在问什么 因为我们都听很多人 但是他不知道 他听到说你是台湾人吗 他会认识在那里 愣了一下你问我这个干嘛 他会一下子不知道你的反应 他会回到自己身上 他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为什么 他开始会去想 这个客人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用什么问我是不是台湾人 我感觉 卡欧 还是看起来没像台湾人 真的 那个朝银子卡欧 所以他一直在跟我问 他一直在跟我回答 我不是沃南人 我不是沃南人 他直接回答 我说我知道 你跟我讲北京话 我当然知道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台湾人 他说是啊 是啊 你也会回答 我如果这样问你 你也会是吗 你刚开始错乱一下 你也会回答我是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台湾人 是啊 你怎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 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人 人对一百块没有注意力 你一定要拿一千块的 我告诉各位 一定要拿一千块的 这个顶管是谁 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他就说是啊 我拿新闻钱出来 新闻钱 顶管是谁 中华民国啊 你的付责是什么 中华民国 都中华民国 你怎么证明 你是台湾人 蛤 没有 我们拿头前给他看就好了啦 我们是要把他错乱了 要把他翻到后边给他看 奇怪 我是都给他看 说头前都是这种中华民国嘛 给我他把我印 那一招 他很猝皮的 他把我印什么 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啊 对啊 没不对啊 这个时候 他只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最好 你知道吗 你就开始给他 我给他错乱了 你说不是啦 中华民国在平坦啦 他这样 他问说什么意思 中华民国在平坦 我跟你说 你现在看到你的朋友 我真的很多东西都这么说 你如果看到你的朋友 你看他的新闻钱 后边我就看他 他那如果是零零 那表现他是中国人 你能够他说 他能够去平坦免费抽房子 他会问你嘛 你都一直在错乱他嘛 因为你提供的资讯 他都没有听过 我跟你说 你知道宋楚瑜是以前我们的省长 对不对 现在宋楚瑜在管平坦 他现在在平坦 真的啊 我告诉各位是真的 他在管平坦 为什么要去管平坦 因为马英九不要去管嘛 马英九他说他不要去平坦嘛 所以现在宋楚瑜在那边管 他就会越听越杀不掉的问 你到底是要问一下 你到底要问什么 你现在在跟我讲什么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掌握到所有的注意力了 这个时候你再拿出身份证 我们的台湾身份证 有台湾身份证的举手 还没有 没有关系 Copy 借别人的 借力使力不费力 我们这样每天三个 拿出台湾身份证 这就是真正的台湾人 我是本土台湾人 这是台湾身份证 对 我跟你说这是台湾身份证 你有没有 当然没有啊 他当然没有啊 我说他当然没有啦 我就跟他讲 这个时候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不是 大部分人就会想说 你拿这张身份证要给我要干嘛 因为人有时候会跳痛 跳思想 你拿这张身份证 那女生我后来跟他聊 他也是啊 他觉得我拿这张就是要叫他办嘛 对不对 人就会想说你要叫我办嘛 你不要照他的意思走 不要照他的想法走 我说 我 我有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 其实你可以不用办 就把它收起来 你会刷一下吗 我拿给你看 你不是要叫我办 不是 我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办 我就收起来 真的啊 他就越来越糊涂 我们对陌生人啊 对认识人 我告诉各位 对认识人不要这样 你不要去跟你爸 还是跟你的朋友这样讲 讲了一堆这样 他说你要叫我办就好了 我们没有一堆练堂 不用啦 我们对陌生人 我们要尽量推广是对陌生人 陌生人就是要有一些动作 我为什么要收起来说 其实你会不用办 为什么 对啊 引起他的注意力嘛 他越来越注意了嘛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可以不用办 我说 因为 再过几个月 你会自己跑来办 你会自己跑来办 因为跟你的钱 有很大的关系 再过几个月 美国军队进来 然后他越听越糊涂了 什么叫美国军队进来 美国军队进来 会分 有办身份证的本土台湾人 你要很认真跟他讲 你不要笑 你不要自己说 一直笑 自己自己自嗨 笑得很慌 有人说你是诈骗 你要很认真跟他讲 现在笑没问题 你要很认真 我就很认真跟他讲 再过几个月 美国军队进来 你要很认真 很严肃跟他讲 美国军队进来他会分为 有办身份证的本土台湾人 跟没有办身份证的本土台湾人 差在哪里 差在你银行里面的存款 有身份证 一块换一块 一块新台币换一块美金 没有身份证 一块新台币 用40万来换一块美金 他你在讲什么 我说你的银行存责里面 有没有40万 他不敢讲 我说完蛋了 你以后连一块都没了 这样就好 他就开始好奇了 我说小姐 给我你的身份证 不是 给我你的电话 他说要电话干嘛 我说我会给你很大的好处 你给我的电话 我再告诉你 他就给我他的行动电话 反正给行动电话 他可以不接 我就有他的名字跟行动电话 我说告诉你 我会请我们玉璃办公室的主任 江老师 他来跟你办身份证 有一个江老师来 他就来帮你办身份证 他就一直点头 接下来就闲聊了 推身份证会很难吗 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效果 但是 一千块那不可以再说 一千块小事情 他一千块他没办 我告诉你 他要不要连一块就没 他不会跟他的钱过不去 而且你要知道 我会跟他讲说 这样身份证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我 你要讲自己 我有这段时间前 阿伯 美国军队 美国的军队进来 我健保费都不用交 如果我女儿有助学贷款 都不用还 你讲的这些 他会完全听不懂 而且我高杀组 我不是高杀组 我说我高杀组 55岁就可以领退休金 24000块到36000块 他这个时候你再讲 他不管相不相信 我说只要1000块 1000块可以让你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未来 先办身份证 接下来再了解 让他了解初级班高级班 让他了解乏理 办身份证其实是很轻松的事情 就算 今天 你跟他讲没有效果 第二天又有一个人来跟他讲 没有效果 到第三天 又是如果都同样的人 你们可以一组一组去玩 不要说玩 有兴趣的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们去假设一下 今天来你跟他讲一模一样的话 叫他办身份证 结果第二天来又有一个人 跟他讲一模一样的话 到第三天 他就跟那个人开玩笑了 讲到哪里 我知道你会叫我不用办 对不对 他都知道 我知道你会叫我不用办 对不对 因为前面两天 也有两个人来讲过 你们教的都一样 这不是很好吗 他开始跟你很轻松 他就早晚都会来看 他一定就会走来看一看 每天听到台湾民政府 每天叫你办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 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不会来办办看吗 你不会走来看看吗 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 在跟我讲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在执政给你怎么知道 台湾民政府现在身份证 办身份证已经超过一万个人 你知道吗 这个叫做注意力等于事实 你到时候去指引他 注意力就会等于事实 我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下午在上课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新来的 完全没有来 从乡下来的 他就说 你们那个台湾民政府 要在网路上多介绍 我们在网路上 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民政府 我们年轻人都只会上网而已 我们没有在网路上介绍吗 我们很多 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都是网军 每一个都在网路上 不断的去po 台湾民政府的讯息 那为什么他看不到 不是啦 说实在 我自己 我以前无肉不欢 我讲真的 无肉不欢 三餐一定要有肉 早上也要有肉 中午也要有肉 结果 我当我一吃素 到现在十几年 那个 时间还没够 时间够 他就会听到了 我就稍微问了 不然你现在怎么在这 你要让他去戳了 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 你说我们都没有在宣传 那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是我的老师介绍 我说那不就得了吗 还是有人跟你介绍 你还是听到了 所以你有福报 有福气的人才会听到台湾民政府 你要相信 有福气的人才会听到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 你在帮他 你现在在帮他你不觉得吗 你在帮他以后 他的银行存款 不会四十万变一块 你在帮他 有机会 可以做台湾 你真的不相信 你们现在开始 就已经具备大佬的资格了 你们可以领一辈子 你们就算能力不再强 没有关系 能力永远是后天培养的 你们这样来学习 你们可以领一辈子 这样不好吗 你在做的是 这个与人为善的事业 你在立他 有一个女生 12岁在联合国演讲 她为什么演讲这么成功 这么多人这么感动 因为她说 她演讲没有任何的动机 请问一下 你现在叫他来办新闻战 你怎么贪 你叫他最初期办 你怎么贪 都没有 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为我们台湾人 为我们的后代子孙 所以你在做利他 所以你要有力 你要很有力 人家跟你说诈骗集团 没关系 那你没缘 你时间还没够 我敢不敢 四个去说的时候 两个人 我也有遇到中国人 直接跟我抢了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小的 直接跟我抢声 直接跟我胸 我感觉跟他吵 抱歉 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 祝你幸福 我就走了 我没有遇过中国人 人家坐下来跟我平行经济讨论 也有 他一直跟我说 美国 怎么怎么一直说美国的派遇 他不敢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所以他说 他觉得他没法跟我说 不然他就一定会美国 你不要相信美国 那美国最老干的 那美国怎么怎么一直说美国的派遇 我说 这样 人 如果他不愿意改变 我们干嘛花那么大的力气 叫他改变 尤其又是中国人 我请问一下各位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为什么会生气 为什么会生气 不是 你不是每次都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吗 你生气是因为那个人吗 对不对 结果呢 那个人他有痛有痒吗 你不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 在那里面 那个人都不会听我说 你生气 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你在乎他 对不对 如果是路人甲 我举例 我女儿子 他现在大了 我女儿子已经20岁了 我女儿子已经20岁了 我第二个女儿 如果出去更晚 公车坐回来12点 我会想起 因为我感觉他很晚回来会危险 我会生气 我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我在乎他 我有一次想一想就很好笑 因为我看隔壁的邻居这样 他们也在门口那边看 他们也在等他们的女儿也还没回来 他们也在生气 我就觉得奇怪 你女儿子没回来 我怎么会不会生气 他女儿没回来 为什么我不会生气 他不是我女儿子吗 对不对 因为你在乎 所以你才会生气 他不扮三分证 你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很亲的人 你今天去7-11跟他讲 讲完以后他不理你 你会生气吗 不会啦 比较不会生气 他不扮他没缘 他没那个Hockey 你要这种想法 我尽力的把老师教的告诉你 你要扮台湾三分证 因为对你的福利多多 对你好处多多 对你的未来 对你的后代子孙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 你看看那些 你看看那些 我记得我在那时候 在国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摩门家 就到我们乡下去传 教我们英文 都会教我们英文 叫我打桌球 他们都来跟我们一起讲 叫我们去 跟那个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有收入吗 没有 我还有那个 那时候在台中 我在上课 然后11点多 要回到饭店 在那饭店的门口 就看到两个人 在那边跟我传福音 他们有收入吗 没有 他们为什么这么愿意 11点多了还在路上 他们可能自己定下目标 我今天要跟多少人传福音 不是吗 所以他才会这样到11点多 还不回家休息 我们要抱着传福音的心态 所以我遇到人 你们遇到人 你们很大方跟他介绍 这个 会吗 会吗 如果人家问你 没什么跟他说 这代表 我们是本土台湾人的伙计 这是什么 这就是本土台湾人 他会问你为什么 我们常常四个家庭 坐会车 你赢赢也是赢赢赢 隔壁 一个人在开工很大 你为什么不加入 我那次跟那个 我们跟我们的其他的那个 同心 要去那个玉里 旁边的人讲话很大声 我干脆继续 我一讲他们全部都安静下来 就没吵 因为他们都狠狠 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争辩 你要让他闭嘴 他们要吵 让他闭嘴的方法 赶快跟他介绍台湾民政府 很有效 很多方法很好用 你要把这个当做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在那个 你们都希望我们台湾民政府 赶快执政对不对 那你们要采取行动啊 不管到哪里 遇到任何人 记住 只要让他 很困惑 然后让他很错乱 你就抓到他的注意力了 你就要把他摇动 他信念的桌角 他只要相信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个桌面 写中华民国在台湾 把他桌角一个一个拆掉 你就可以跟他谈了嘛 你们要学法理嘛 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在台湾 中华民国怎么来台湾的 为什么中华民国都一直不到 不离开台湾 你要问他 开始问他 你知道究竟像和平条约吗 你知道波斯坦宣言 你知道开楼宣言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中华民国 应该在台湾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你为什么不觉得中华民国 应该离开台湾 流亡政府不是应该到处流亡吗 不是吗 他只要开始觉得很困惑 人会这样子 对你对他不知道的事情 会有很大的注意力 你们自己去看电视购物频道 看到很新鲜的商品 你会不会停下来看一下 没看过的商品 你如果看到那个宝石 钻石 你第一个想 我买不起 算了 跳台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那个 没看过的 然后看右下角标价 几百块而已 进去看一下 你买得起的 你就进去看 到底在卖什么 人就是这样子 对你新奇的事情 会产生注意力 你如果每天 上班 下班回到家 上班 下班回到家 你的注意力是死的 如果今天 你开始跟一群好朋友 去逛夜市 眼睛都亮了 摊子好多啊 几百摊 对不对 如果你跟朋友去国外玩 眼睛更亮 为什么 世事新鲜 世事好奇 这就是注意力 要学会注意力 我再教各位 接下来问 问什么 如果 如果你打算要办身份证 那是为什么 好 他告诉我 后代子孙 我们再问他 有些人的答案 可能都不一样 你问了第一个问句 第二个接下来 如果一分到十分 一分代表你一点都不想办 十分代表你一定要办 一到十分 几分 请选择 那人就要自己选择 他就会告诉你 我们问过很多次 大部分都说 五分 人们都择五分 不知道有什么 不高也不低 我可办可不办 因为没有足够的动力跨出那一步 所以我可办可不办 所以都择五分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问 好 我们 我们 好 可以跟你请过 不用一下跳那么远 我们可以问他嘛 怎么样提高你的分数 对不对 让你从六分到十分 对不对 不要 不要这样问 他已经习惯你这样问 他会问你 你一定要问他说 你一定会问他说 怎么样你才会办嘛 对不对 不要 我们接下来的问句都有设计的 接下来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选择更低的分数 为什么选五分 为什么不选四分 三分 两分 他有没有错乱 有 你问他 为什么你不选更低的分数 这个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 他们经过测试 人将会引起注意力 他如果跟你说一分 你就不要习惯了 因为你跟你抬抗 他告诉你一分 表示他一点都不想嘛 那你干嘛理他 他不愿意改变嘛 大部分人都会讲三分 两分嘛 如果再低的人都会给你个面子 可能见面三分情 所以他会惊三分 见面有三分嘛 古早人都说过见面有三分情嘛 所以给你惊三分 你就直接问他 怎么样才能到十分 不要 不要这样问他 你就直接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选两分 你为什么不选一分 一双眼在那 你怎么这样问 你怎么会这样问 所以这个问句都有技巧的 都是让你可以跟他更清楚的去接 你最后可以再来谈 你会跟你的钱过不去吗 不会啦 你接下来谈其他的 你最重要就是要引起他的注意力 我们人跟人之间 为什么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男生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 都特别的看起来荣光焕发 为什么走进婚姻以后 就走进坟墓了 那个人的恶行恶妆 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奇怪的 每次约约他们明明就西装打领带 还会准备鲜花出来让我惊喜 带我去看电影 带我去吃好料 带我去看夜景 带我去看黄昏的夕阳 结婚以后呢 把我守在家里 洗衣煮饭打扫 做黄脸婆 然后生小孩本来是爱的结晶 结果变成呢 痛苦的深渊 真的啊 我有学生这样跟我讲啊 他说 我真的搞不懂当初为什么跟他生 他怎么不爱小孩 我为什么会跟他生 我说那就是一时的冲动嘛 不是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男女之间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讲这最经典嘛 为什么 看起来都那么荣光焕发 每个人都看起来神采飞扬 你一看就知道他在谈恋爱 我们讲注意力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注意力 因为他们对对方都有新的事情好奇的注意力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他真的想取悦对方 那叫动物的本能 他们要繁衍下一代的动物本能 所以一定会表现出最好的那一面 去吸引对方 然后呢 通常时间都不会太久 因为只要繁衍下一代以后 就会发起来 这是动物本能 那我问你 夫妻之间要长久相处该怎么办 每天都要这样花枝招展吗 你也会动不掉 老婆每天起来 花一个小时在化妆 你会说快点来 别过来出门了 对不对 平常谈恋爱的时候 他化妆一个小时 好了没 还要等多久 不是吗 又温柔又体贴 没有关系 我慢慢等 然后广告就在那边睡着了 结了婚以后 快点来出门 亲才会回来 我讲你现在没人要来 不是要跟他讲 反正你现在没人要了 我已经要你不错了 干嘛这样子出去外面 花枝招展 去吸引别人的目光 我们问男生 你结了婚以后 会让你的老婆 一样穿着迷你裙 上街的举手 没有呢 没有半个 结了婚以后就是禁软 不准穿着花枝招展 可是约会的时候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为什么他可以穿着花枝招展 他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未达目的 未达目的生鲜死了 还没有达到目的 还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就尽量迁就忍耐 我有个学生 他是在众多追求者里面 追到他女朋友的 他的心态 我就一直在纠正他 因为他说 我女朋友 我老婆那么漂亮 一定他自己设定 一定让他变得很丑 才不会有男生在追他 所以他结婚以后 让他当黄脸婆 马上让他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都在家里面 然后他还把他刻意养胖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老婆以前很好 她说 因为他以前让我追得那么辛苦 所以我要报复 他这样跟我讲 对啊 这样对 你爱那个人 夫妻之间 真的要长长久久相处 两个字 叫尊重 真的 我们做过太多的临床调查 尊重 那个长长久久 真的有夫妻 真的台湾有夫妻可以这样子 互相尊重 然后七八十年都没有吵过架 我尊重他 他尊重我 包容对方 讲到这里 我一直会跟每一个 那个学生讲的一个故事 你们要学起来 这个学起来 你们就要常常记住这个故事 老师 我每次上完课 每次问学生都讲说 老师我只记得你讲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延伸起来 这两个故事延伸起来 是让你各位知道 我们要给他们什么东西 给他们他们要的东西 第一个故事 又是夫妻 我很喜欢用夫妻来做比喻 因为夫妻真的是太有趣了 也对夫妻 他们就这样子白头到老 真的到老了 老公退休了 六十五岁退休了 他们就说我退休了 退休金一笔拿回来 现在我可以赔你油三万岁 结果一个月之后 他们太太跟他们老公说 找到书 他们说有什么 我要离婚 他们说 我辛苦一世人 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过退休生活 你干嘛这样子 别厉害 他说我不信张 我要离婚 他老公想说 找人厉害厉害 那一下就好了 我带你去给我们粗亂的地方 我给你求婚的地方 我请你吃大餐 可以 你请我吃大餐可以 但是要带律师 不要啦 后来想一想 好啦他一堅持要带律师 找那二十几年的老同学 这样才不见笑 他们同学搞了 他说 坐两个夫妻两个坐对面嘛 他说同学坐这 他说 等一我先跟老公说一下 你去旁边坐 那同学就乖乖乖 坐去旁边 他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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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说 他老婆 好像最爱鸡翅膀 很喜欢吃鸡翅膀 然后拿起来 开始 把那鸡翅膀慢慢用倒叉切切切切 把那鸡翅膀的肉都剥成 把那骨头都挑掉 剥一盘的鸡翅膀的肉 很温柔 来啦 吃了就没事了 结果他没看到那个鸡翅膀 面再流下来 这样没问题了 女生感动了嘛 他面再流下来 开始叫律师 你给我过来 小姐我要随随随随 他说 他说 怎样啦 是怎样啦 他说 我 自结婚了喔 我最拖的吃的就是鸡翅膀 你都不知道我会吃什么 我要离婚 他退休以后 每天在家里面 就是当大老爷 插来伸手放来帮忙 他们说 我平常就已经很可怜了 一天再也要给你们照顾 照顾孩子照顾得更大 结果我现在老了 我想要自己做一些退休生活 跟人家出去打太极拳做什么 都没有办法 我每天还要在家里服侍你 而且更惨 以前服侍是早上出门 然后晚上回来再服侍 结果现在是一天24小时都要服侍 我干嘛这么辛苦啊 我为什么不过我自己的退休生活 他说 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回到家以后 就是插来伸手 放来张口 有没有 夫妻是互相的 讲第二个故事 你要记住 这个故事的标题叫做鸡翅膀 第二个故事呢 叫做凤凰树 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一直要记得 这个凤凰树呢 就是一样是一对夫妻 通通是用夫妻做开场 这对夫妻呢 刚结婚 他们决定要共逐爱的小窝 孕育他们下一代要选好的环境 像孟母三千一样 所以呢 尹凯西设计他们梦想中的小木屋 可是年轻夫妻预算多不多 不多 所以他们找啊找啊找啊 越找越远 找到一个偏远的山区 那个房屋仲介 听到他们的描述 希望的 希望的 那个梦幻中的小屋 他说有 有一栋房子 那个销售也没有讲说 那栋房子已经五年都卖不出去 他没有讲 有一栋房子 最适合你们两个的需要 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开了 因为他已经跟那个 所以不要跟业务员讲太清楚 他已经跟业务员讲 他们希望两边都有凤凰树 这样夏天就看到凤凰花开 他们两个是在毕业的时候认识的 就可以了解他们两个 就是共度那个最甜蜜的恋爱时光 所以他们希望经过的风景 可以看到两旁的凤凰树 那个业务员爽在心内 因为刚好那个去的那个山上 就是两旁都是凤凰树 他们看房子又在夏天 凤凰树刚好盛开 他们远远的夫妻两个 那个一绕山路一看 哇 火红的凤凰花海 两旁都是凤凰树 他们已经外面那个景色 已经陶醉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然后就开啊 开啊 开啊 开了半个小时 也还好啦 然后终于看到那个梦幻小木屋 他们两个突然从那个理想回到现实 因为那个小木屋大概三十年有了 那个非常破烂 然后都没有油漆这样 就是一栋在山上的小木屋这样 他们两个一下车 越走越觉得不太想买了 一听到那个开门声 更不想买 很长 那很长的声音这样 不知道多久没有上游了 然后一进去里面扑鼻而来 全部都是那个蜘蛛啊什么 都这样 然后都一片灰尘 都烟蒙蒙的这样 一开门这样都暗暗的 你知道那个幼园 哇厉害 幼园第一件事情 把窗帘拉开 把窗户打开 你们要的凤凰树在那里 他们一回头一看 对耶 凤凰树 我们要买的是那个风景嘛 所以就觉得说 这里面装修一下就好了 反正等一下跟业务员杀个价 业务员多少钱 一千 一家人都不能减 在荒山野岭一千万 其实只要五六百万就买得到了 可是因为他们要买那个风景啊 一千不能少 反正放五年也没卖了嘛 那我们再看看楼上 等一下再上去跟业务员杀价 业务员跑到楼上 楼上更老旧 那个走那楼梯好像都要跌下来这样 好不容易走到楼上小阁楼 业务员做什么动作 把窗户打开 对 你看那个凤凰树 他们两个这样子在那边 东看看西看看 走到外面来看 怎么看那房子 怎么看怎么不满意 最后他们有没有买 有 一千万一毛钱都没有少 因为他们买不到那个location 买不到那个风景 他们后来想一想 没有关系 我们本来就预算一千万嘛 我们顶多再花个一两百万 去装修一下嘛 房子可以装修嘛 风景买不到嘛 不是吗 因为他知道要 他要什么嘛 你们可以 如果可以知道 今天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研究心理学 你们如果今天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这个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要推销他来上课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啦 要叫他来办身份证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啦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嘛 所以我教各位 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让他知道 让你们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们当初开始 接触到他的资讯 心同直理嘛 你们接触到 你们会不会很害怕 会不会怕有危险 都不会哦 我会耶 我想到我有那么多女儿 我有六个女儿 真的啊 我有六个女儿 真的啦 真产报国啊 大家都不相信 我现在三个女儿在楼下 三个女儿在 散落在台北高雄 都在拆住了 不管关于什么 就是我有六个女孩 我会想说 我现在如果来台湾民政府 我如果去用暗杀会怎么样 很危险耶 我也会怕危险啊 我很重要的耶 我要七六个耶 我家七千路耶 我连幕我要七七个耶 我那个时候怎么知道 我也会费验 我也想说 他们会堵到诈骗集团 蛤 我真的生六个啦 我每一场演讲都说 我生六个女儿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过 没有说七个 没有说五个 我六个啦 我老大1994年5月2号 老二1995年8月14号 老三1997年1月16 还不敢念 老四2000年 我如果忘记他们生日 他们会跟我翻脸 2000年的2月16老四 2001年的9月19 2002年的10月11 我都念不出来 他们的生日 我都变得很熟 所以吼 我告诉各位 我们心同之力 这个我生几个不重要啦 我们今天在上课 我们要唤醒 我们各位心中的巨人 不是唤醒你们 真产报国的心 我告诉各位 你们这样欢迎到 不是你们生 还是我生 不是你们生 似是我在似 这样对啦 欢迎大家来预约 我老大已经20岁了 老二也19岁 老三也已经16岁了 通通亭亭玉力 都很漂亮 都漂亮 标志面白白 我在唱成龙的歌 那个 来 回到这里 拉回来 我们要心同此理 他会担心 他会害怕 你要解除他的心 心理的制约 你要先让他放心 尤其是陌生人 我们今天跟人家推广 所以有的时候 一组一组都会比较好 今天这个人来讲 明天用那个人来讲 后天用那个人 你们一组这样 你们一天跟三个人讲 然后第二天我们讲好 这三个人 大概什么状况你跟他讲 这三个人再去讲 他会比较放心 大家都你这样讲 人言一语 三人四虎 哦 大家都这样讲 台湾民政务 好像真的在这一招了 你们可以每天不同的主题给他 在欧元宜也是同样 每天也有不同的主题 每天不同的主题 今天告诉他 美国军队要进来 第一天告诉他 中华民国在平坛 第三天我们的新闻前 现在一直办一直办 越办越多 你这样一直在不断的灌输他 他就越来越放心 越来越放心 我看到 好 那堂堂怎么这么大 我们有去过 新席酒的办公室 不是新席酒 有去新席酒办公室 去押手一下 你不是新席酒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砍棒有多大 对啊 你有没有看到砍棒有多大 好大一个砍棒 那边那个 中华楼结过去 哇 台湾民政务 你带他去看 你高兴酒 台湾民政务 台湾酒 台湾民政务 上网一下看 这么多台湾民政务 你跟他问说 我们这么多台湾民政务 我们是诈骗集团 真的诈骗集团 不会告诉你 它是诈骗集团 我这样看到 我看到这么多的台湾民政务 我就来上课了 我告诉各位 机会永远给准备好的 你要学会 你们都 你们一定不知道我是第几期的 我今天站在台上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是第几期 我跟各位差没有很多期 我是49期的 我国家班11期的 不过我很认真的 我一个了解法力后 我就一直研究 新台湾论 我看过三遍 我这样一直去研究 毕竟你说我都会对着听 他在怎么说 上网去看 所以我 这样很认真 有法力的 现在才有法度 在那中央政治局做干事长 我来把我泡泡一下 我今天不记得叫大家泡泡泡 我今天不记得叫大家泡泡泡 我们还要练那个鼓掌功 改天再教各位 真的啦 我49期的 你上网去看照片都看得到 我们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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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扎你们一支而已 我不是说什么第几支 什么个位数的 不是 我都是双位数的 4911 但是各位只要努力 只要认真 只要很认真的去推广身份证 我听说公用酒 都有大地的 他们有排行榜 我希望每一周 也可以做这样排行榜 你推荐几份 都大地的 你会看到你的成果 一直在增加 这个某某某 联休前已经办了十份了 推广几个人 来上初级班 高级班 这样子一直做排行榜 这样你就越来越多人知道 我们就是要快速的 大量让大家知道 去帮助我们本土台湾人 帮助我们本土台湾人 早日脱离苦海 这样对不对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呢 你们就要学方法 我不是只有一周而已 我们政治局的 他们都在讲 甘事长你很多周 辉的当然也很多周 我跑到新加坡 跟一群外国人上课 跑到德国 跑到美国 跟那么多人在上课 我投资 因为我那时候告诉 老师告诉我们 要投资在自己脖子以上 你们猜猜看 我这样到国外去上课 投资在自己脖子以上 花了多少钱 各位猜猜看 60万零投 好几百万 超过300万 今天都跟世界一流老师学 学他们怎么去 那些心理学 之间心理学什么 我都有去上过 你就可以去了解到 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很快的 你们刚刚在觉得 我这样子在跟人家讲 你会有压力吗 不会吧 我这样在跟他讲的时候 会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力 会吧 我还有很多 怎么样命运成交法那些 我的步数还很多 这都是国际上学来的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容易的 我请问一下 家乐福你们进去里面 我们去家乐福买东西 你列了一个清单 有谁可以说上面从第一样 写到第十样 我要买的东西 进去跟出来买的东西 刚好是上面写的 你会不会多买 一定会 为什么 你买买的东西 你有时候买一两两就跑了嘛 这下来的不一样的 有点一样 揪手啦 你看全班里面 照单子上面买的 照单子上面买的 可能只有他一个 我们讲真的 如果 如果进去 如果进去 你看到这里面这个促销 刚好是你要买的 你会不会多买 你本来按算 比如说买一档 买一档 然后你打算买一档 就告诉你买两档送一档 饮料 这很久的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 会啊 这时候有心理学的 他都有一些心理资源 让你进去里面 我老婆试过了嘛 我老婆试过 她从来没有一次 我就叫她说 你就认真给我写单子 一到二十样 然后你还写数量 目标明确嘛 买米一包 酱油一瓶 还要这样写 可是她出来都 跟进去一定不一样 从来没有一样过 这都是心理学嘛 它就是引起你的兴趣 引起你的注意力 会说 我家就有这么多孩子 六个女孩嘛 我买一档 他买两档送一档 老公你也喝不完啊 对吧 而且他们都很快 可是重点是 他们本来一天喝一瓶 你买三香回来 他们就一天喝两瓶 我说这样他们喝比较多 是不是 可是没办法 因为便宜嘛 小孩子多就会想到 尽量便宜 反正小朋友 小朋友都要喝嘛 他们有想到 他量增加了 所以这些都是心理学 你怎么样去 引起他的兴趣 我们要引起他的兴趣 做任何事情 他有兴趣 他就会做 他没有兴趣 他不会去行动 怎么样会引起兴趣 对 你刚刚讲 人会贪小便宜 对 还有很多 很多的方式 都可以引起他的兴趣 但是我们就要去学那些方法 我今天教各位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这样子是 先大量的 广而宣传 让大家知道 每天每个人都出去讲 我们还有唱歌 方法是百八重 你只要用心 有些人 有些学生就会开始 把我的 就产生花招 花式 就会出来了 你只要有信心 这样去推广 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让 开始让很多的台湾人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听到台湾民政府 每个人要办台湾身份证 就这么简单 各位做得到吗 我们一起来加油 那希望今天晚上 我们大家来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更多的好的方法 也欢迎提供给我 那如果你的 这个儿子女儿 25岁到45岁 想要参加政治局 我们在这里 都会帮他们上课 教他们英文 因为要跟那个 直接要跟美国人对话 政治局呢 以后直接跟美国联络 所以呢学英文 我们也会教你怎么领导 我们会教你很多的 怎么去跟那个 人去做互动 这些 这些技术 技术很简单 意愿比较困难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你们都有意愿 你们上完高级班 你们都有意愿 而且你们也有责任 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记住一个重点 权力永远是给知道的人 各位同意吗 权力永远是给知道的人 真的 权力永远是给知道的人 他今天要享受台湾公民 公民法案 享受台湾公民的权利 他如果不知道 他怎么享受 医务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进 你不用 你不用那个啦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我们不能去当他的兵 我们不能缴他的税 结果他告诉你 这是义务 有没有 当兵是国民的义务 纳税是国民的义务 所以 你 你知道吗 其实在中华民国 你如果那个税 退税额度低于200块 他不退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对啊 对 我说以前 以前很多年 我都不知道 我每年都在缴税 我都不知道 我有退税可以退 他不会退我 就是这样子 服务的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服务的 人家说服务的人 所以你会发觉 很多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你可以享有的权利 他不会主动跟你说 但是你要进的义务 一毛都不会少 一天都不会短 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他可以有当台湾公民的权利 他可以 有享受 这些台湾公民的福利 的机会 他们只要进一些 很基本的义务 他们的义务是什么 他们的义务是什么 半身份证 你要先证明 你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台湾 本土台湾人 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享受他们的权利 这样好不好 那我今天分享到这位 谢谢各位 谢谢 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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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稍等一下 我这里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的分组讨论 新竹州跟高沙族在一楼的咖啡厅 那其他的各州都在一楼的会议室 都在一楼 刚刚那个教务长 搞他说其他州都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 人可以那个分辨 你决定 你决定 要还是观察 你吉利 你 Przy 当yss 谢谢观看